大家好,我是阿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早餐 葱花鸡蛋饼 全程手不用粘面 做法简单 柔软劲道 特别好吃 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大碗 加入250克的面粉 面粉的话用普通面粉 高筋面粉都可以 往里面加入两克盐 给它搅一搅 加盐可以增加面粉的筋性 还可以入底味 再加入450毫升的温水 边加边给它搅动 稍微给它多搅一会儿 大概搅个三分钟 搅至无颗粒状 成流水线的面糊 稍微稀一点 好了,我们给它放一旁备用 接着我们准备一个小一点的碗 打入两枚鸡蛋 一小把葱 给它切成葱花 切好放到鸡蛋里面 加点食用盐 然后用筷子 给它搅拌均匀 接下来平底锅预热 刷上一层薄油 然后下入一勺面糊 给它摊成饼状 给它烙至底部定型 然后我们再下入一勺蛋液 给它转均匀 再撒上点白芝麻 可以增香 煎至底部定型 我们给它翻一面 沿着边侧 再给它刷生一层薄油 给它转动一下锅 继续小火给它慢煎 煎至两面微黄 我们的油不要刷得太多 然后我们给它对折一下 像这样 一个漂亮的葱花早餐饼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示范一遍 平底锅预热 刷上一层薄油 然后咬上一勺面糊 给它摊成饼状 给它煎至定型之后 我们再下入鸡蛋液 撒点白芝麻 饼可以滑动的时候 我们再给它翻个面 边侧再给它刷上一层薄油 继续给它转动一下 给它煎至蛋液凝固 像我们油的话 就不要加太多 宁可锅滑不动都可以 加太多了的话 就不健康 煎好之后 我们再给它翻一下面 煎至两面微黄 然后我们给它对折一下 香喷喷的早餐饼就做好了 然后用同样的方法 把剩余的面糊全部做完 我们漂亮的葱花鸡蛋饼就做好了 非常的漂亮 给它装入盘中 即可开吃 是不是非常的有颜值啊 这样做的葱花鸡蛋饼 营养好吃 做法简单 全全手不用粘面 吃起来也是柔软劲道 用它卷肉 卷蔬菜 或者就这样吃 都非常的不错 喜欢的话 你也赶紧试试吧 喜欢阿建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留言转发哦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供大家参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 咱们下期视频 咱们下期视频